Pinework前几日一次性转移了一个派置映射钱包 这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Pinework组网映射钱包数量也突破500万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开放式组网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2024年要开放组网了 欢迎观看BoonChannel 有了一位PiApp主页更新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Pinework在去年12月底 宣布的开放组网计划吧 那就是如果满足三个条件的情况下 Pinework就会在2024年开放组网 今天这部影片就是要探讨这三个条件 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完成 以及另外还有一个条件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有一个影片的后面和大家一起探讨 在继续讲下去之前 先感谢赞助这部影片的Oktar Oktar值得信赖的投资平台 拥有超过1200万活跃用户 拥护外货行业60多个奖项 业务编辑全球180多个国家 投资交易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教育 没有知识或经验就很难支付 Oktar了解该领域教育的重要性 推出了Trading Economy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是Telegram上的一个私人群组 交易和投资专家每天会分享独家内容 包括实时交易会议 网络研讨会 策略 交易分析等 要加入Telegram群组 请完成一个简单的验证过程 首先在Telegram搜索 Add Trading Economy Verify Board 打开后 点击开始按钮 然后点击Verification 提供你在Oktar开设账户时使用的电子邮件 存入至少50美元到你的真实交易账户 然后发送零账户可以看到余额的屏幕截图就可以了 等待几分钟 省了后你将收到私人Telegram群组的链接 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群组了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下载来看看 无论是安卓或者是苹果的手机都可以 另外 Oktar还提供了一大福利 如果你现在注册时使用我的Promo Code Boon100 你可以享受100%的入金奖金 不过要记得 投资是有风险的 凡是关系到投资的都一定要谨慎 影片开头所讲的 借你一个Pi资金色钱包 就是转手机挖矿所得的Pi积分到主网 成为Pi币的意思 其实Pi Network于2021年12月底 就已经正式上区块链主网 这可以从Pi区块链浏览器进行查询 目前Pi币总前一量是33亿 减料所长的币量22亿 流通的币量是11亿个Pi币 只是目前为封闭式主网 不对外接的模式 只能Pi友之间互相内转 虽然现在还不能在交易所买卖交易 但Pi币现在是确确实实 可以在链上进行点对点交易的 可以在商城购买一些商品 也可以在一些OTC平台用点对点交易的方法买卖派币 比较活跃的有PPC平台 目前的价格大概有0.30美元 这个价格在这个平台已经维持了有几个月了 很多接受益化的商家也是以这个价格区间来交易的 那要好像其他这么一货币可以在交易所买卖的话 就要等开放式主网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开放主网的三个条件的进度 以及在2024年底前完成的可能性吧 开放主网的条件一 完成开放主网在技术、产品、业务、法律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实现这些条件的工作主要由贺行团队完成 自2024年初以来 Pi Network发布了许多产品和更新 例如主要的KYC更新 派浏览器更新 派广告网络启动 继续黑客马拉松活动等等 主要是完善各种功能以及消除不利因素 这个不难 总的来说基本已经搞定 已经满足了这个条件 条件二 1500万先锋已通过KYC 1000万先锋已签一致组网 以及100个真实的Pi应用程序 目前Pi Network已经拥有超过5500万活跃成员 这个数字是还没有算上总注册人数的 然后现在已经有接近1000万KYC先锋 2023年12月底的时候是800万 组网前锋已经有超过500万先锋 2023年12月底的时候是390万 使用程序已经有50个 2023年12月底的时候是40个 KYC目标1500万通过了1000万 已经实现了66%左右 你可能会想 KYC的三年多的时间才1000万的进程 是不是意味着剩下的500万还需要两年呢 其实不用这么久的 因为申请KYC和组网前锋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目标数了 就是说已经申请KYC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目标数1500万人 而已经申请前一支组网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目标数1000万 因为已通过KYC的人数都快1000万人了 目前这两个数据还没有达标 主要是生态的进度还没到位 个人认为KYC的快慢是根据生态的进度来决定的 所以说更烂人担心的是生态的进度 这也是为什么自从2022年开始 派新务方就一直专注在生态系统的建设 外部黑格松 每个月的黑格松 开发者大使计划等等的 就是鼓励更多先锋可以参与到生态系统的建设 其实Pinework在2021年底就应该开放猪王了 还没有开放组网 除了因为刚好加密货币市场开始进驻熊市了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生态还没有到位 相信和官方的预期有很大的出入吧 所以在2021年中就开始推迟KYC 然后在2021年底先推出封闭式组网 封闭式组网虽然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其实也有它的好处的 第一 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先锋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通过KYC 第二 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构建和部署更多的生态和派应用程序 通过KYC的先锋盟可以立即在派平台上使用他们的派币 来支持派生态系统 从而促进生态系统的发展 第三 让大家习惯使用派币 Pinework的封闭组网可以让用户熟悉和适应使用派币 然后随着派社区的不断发展壮大 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服务提供商开始接受派币作为付款方式 从而逐步建立一个真正实用的加密货币生态系统 并促进加密货币在日常生活的普及和应用 派项目方的鲁翼算盘 是Pinework有很多手机挖光的活跃用户 可以吸引派社区和生态开发商来开发生态应用 生态应用越来越多了 就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KYC和映射越来越多的派币在市场上流通 然后派币流通了 使用价值给大家看到了派币就会越来越有价值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到目前为止 生态依然没有很大的进展 目前最多交易量的两个生态 依然是2020年就推出的易货商城平台 另外一些比较有交易量的生态 相信是官方不支持和不允许的OTC交易平台了 因为可以在还不能上交易所的时间段买卖交易派币 目前生态发展不如预期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 在封闭式组网 商家易货所得的派币不容易兑换罚币 造成商家付出的成本无法转化 第二 没有全球公司的价格 而造成卖家不敢付出 第三 Pinework还没有开放组网 就还不是区中心化 再加上派币还不能轻易转换成其他的法币 或者加密货币 所以在其他链上的生态开发商不敢过来 就连派社区有很多人可能开发了生态 也不敢先推出了 生态没有发展起来 派现物方就一直推迟通过KYC和印射派币 就形成了现在的恶性循环 市场上的生态不够多 就限制市场上流通的派币 币不流通了就不会有价值了 那么讲到这样了 是不是要在2024年达到100个生态应用这个条件 是不能完成了呢 那也是不一定的 因为我认为第三个条件和第四个条件才是更重要的 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派生物方有自信开放组网了 就自然会吸引生态开发商来Pinework开发生态的 条件三 不存在阻碍开放组网成功的不利外部环境 什么因素可以阻碍到开放组网呢 就是可以影响币权崩盘的因素 我在这部影片有讲过Pinework很大机会会在 2024年开放组网 因为投资币权的人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比特币减半的那一年 就是币权牛市的开始 为什么说加密货币市场进入牛市 是Pinework开放组网的最好时机呢 因为在牛市中开放组网 就会成为吸引更多资金涌入项目的最佳时机 毕竟在牛市中 投资者对加密货币项目的关注度和投资预认会大幅的增加 那么现在是币权牛市了吗 这个牛市又可以持续多久呢 当前比特币的牛市周期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 例如现货比特币EDF流入 稳定币积极流入 和DeFi应用锁定总价值 DBL增加等强大的基本面因素 列上数据的一个关键指标 是稳定币流入的积极转变 稳定币是以美元等稳定资产过沟的数字货币 在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们旨在提供稳定的交易媒介 并就为在大多数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 进行交易时的主要基础队 稳定币流动性的增加 意味着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交易 正如交易所稳定币储备不断增加所表明的那样 稳定币资本的涌入通常会推动牛市的势头 目前链上流动性也在大幅增长 最中心化金融DeFi的TPL就证明了这一点 TPL汇总了各种DeFi协议中存放的资产的总价值 并作为评估生态系统流动性的另一个指标 TPL的增加不仅意味着DeFi平台内流动性的增强 还表明用户对生态系统的参与度的不断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 自2023年初以来 加密货币市场的TPL已增加了一倍多 当时的TPL约为400亿美元 到2024年3月中旬已将近1000亿美元 此外 交易所所持有的比特币也明显减少 部分原因是现后比特币ETF将比特币转移到托管冷钱包进行长期存储 根据Grasner的研究 交易所持有的比特币总量占比 已缩减至流通供应量的12%左右 创下5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种远离交易所的运动传统上被视为看涨指标 表明人们更倾向于持有而不是出售 以及投资者对比特币价值的信心 随着交易所的需求逐渐超过供应 随之而来的流动性紧缩 不仅凸显了这些现后比特币ETF的影响力 也强化了市场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看涨前景 目前 谷歌其实上比特币一直的搜索兴趣水平 也有明显的增加 这表明更广方的公众 对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好奇心 也持续在上升 所以种种因素看来 币圈牛市是很大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的 虽然这几天发生了一些小黑天鹅事件 币圈市场跌了很多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币圈现在是牛市了 比特币都已经在今年初创出新高了 可以说币圈牛市已经提前了 今年初很多没有实用性和应用场景的命币 都涨了几十倍几百倍了 市场难得都出现了短暂的狂热 所以说 今年的大环境是利好Pinework开放组网的 条件三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牛市 就算有很多资金会投入到加密货币市场 很多区块链小白会参与到加密货币项目 但是也不一定是Pinework啊 加密货币市场有3万个加密货币项目 可以投到当前最火热的AI赛道 RWA赛道 迪并赛道 或者命赛道 所以说 一定要有新的叙事 这也是我想说的第四个条件 那就是市场叙事 之前Pinework是怎么热起来的呢 那时是加密货币市场最牛的时候 以及最多人参与各种用矿机挖矿项目的时候了 Pinework在当时想到了在手机上免费挖币 这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想法 毕竟市场上充斥着昂贵的矿机 而他们提供了一种虚拟的免费的手机矿机 每天在手机上点个按钮 就可以免费获得加密货币了 为什么不呢 但是 现在手机挖矿的叙事不再新鲜了 需要找新的叙事了 Pinework现在可以称什么叙事的热度呢 除了5500万潜在用户 Pi还有什么优势呢 Pi有巨量的节点 Pi-Chiclet目前的测试网络上 拥有超过20万个计算节点 这些节点的集体力量超过了100万个CPU 这样的去中心化计算潜力 可以称AI的热度吗 在去中心化方式下 训练或操作大规模的开源AI模型 可以称D-PIN的叙事吗 鼓励用户共享自己的资源 比如存储空间 网络流量 云计算能力和能源等 共同构建和维护网络基础设施 还是你认为PiNetwork能称什么叙事呢 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吧 真的 这第四个条件真的很重要 因为PiNetwork在开放组网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热度 才能吸引资金和生态开发商来PiNetwork 那么你觉得PiNetwork会在2024年开放组网吗 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2024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就记得一定要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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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